朋友大家好,欢迎收看杂志天下,我是廖杰,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,节目开始,杂志封面,最新一期半月谈,封面话题是迎接中国水泉时代,虽然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总量很丰富,可用的多呀,污染还很严重,这就让水资源短缺成了一种常态,为了让人们形成节约用水的习惯,我国在2011年就提出了用水总量控制的制度, 就是在划定用水标准的前提下,对水资源呢,进行分配调剂,这和土地承包制啊,有一点像,就是水呢,扔归这个集体所有,使用权则分给个人,2012年,国务院明确划定了,说到2030年,全国用水7000亿立方的总量红线,此后啊,在全国用水红线之下, 那各地啊,一直到这个县市,也要划定各自的用水红线,目前,各市点省份的改革方案呢,都已经上报了,可以说,水泉改革进入到了全面起步的阶段, 那么,水泉改革将带来哪些个影响呢,首先,那就是我们不得不在用水上啊,斤斤计较,虽然生活用水是受保障的, 但如果能够节约用水,省下水泉,你就可以呢,在市场上,卖出一个好价钱,而对于企业来说,以后就不能再跑去找这个政府,给你什么取水许可喽,你呀,只能到市场上,用钱去购买水泉, 另外,如果水价较高,农民呢,将会倾向于种植这个耐旱的作物,发展一些节水农业,然后啊,拿剩下来的水泉去赚钱,这么一来啊,就极有可能改变我国的农业版图, 当然了,水泉改革,它会带来一些麻烦,你像水泉,它一旦进入到市场,如何保障像农业这样的产业啊,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, 还有啊,你这个生态保护,水泉改革理论上,首先,要确保足够的生态用水,但,在利益的驱动之下,这生态用水,能不能守住它的底线,还是一大考验呢, 我们回到这个封面,迎接中国水泉时代,或许啊,未来,当我们面对大江大河的时候,你不仅会欣赏它的波光云影,感叹逝者如私, 还会在心里啊,暗暗思索,这里边,究竟有几桶水,是我们家的呢? 最近,国资委新闻中心官方微博,盘点了一份,2014年度,关于央企那些不死的谣言, 你像这个啊,说,中国75%的智能电表被蓄加速, 对于这么一个传言,有关部门就求证说,一支电表,从生产测试到这个安装使用, 除了企业内部必须有的这个三道关卡外啊, 制监部门在外部监管上,还有三道关口, 任何一道关口过不了,你都不可能安装入户, 这是传言吗? 再比如说这个啊,说变电站会对人体产生电磁辐射危害, 官方就解释说了,国际上都用公平电厂和公平磁场来分析这个输变电设备的环境, 并不存在什么电磁辐射, 据世界卫生组织规定,保护公众健康的公平电厂的强度暴露限值呢, 是每米5000伏,我们国家的要求啊,比这国际标准严苛多了呀, 是每一米啊,4000伏,对于这些个传言, 媒体呢,做过调查,企业呢,做过回应, 部门呢,也做过澄清,专家呢,还做过判断, 可是,无数辟谣之后,仍然呢,还是在网上流传, 让相关的企业呢,就觉得力不从心啊, 像之前,有一个传言,说中石化女处长牛郎门, 因为中石化,她高调辟谣, 并依法追究了造谣传谣者的责任, 这法院认定,两家刊登谣言文章的网站, IT商业新闻网和中华网,构成了侵权, 就判决啊,该网站向受害人张晴要道歉, 并赔偿受害人4.5万元, 所以要我说呀,不想谣言嚣张走辟谣, 就该下狠室来关注一个毛驴议案, 前不久,山东有人大代表提了一则关于毛驴的议案, 说要争取驴和牛羊同等的地位, 将毛驴啊,纳入到家畜补贴的范围, 这个提案一出,就引发了热议, 有人就觉得,人大代表不关心起人来, 倒关心起驴来,荒唐可笑, 但更多的人就分析啊, 说提出这个议案的, 是当地一家驴胶生产企业的老总, 它的初衷呢,好像是为了多拿补助啊, 节省企业的成本, 虽然是节省成本的初衷, 但最终能够过滤的还是农户啊, 说起来哈,毛驴议案呢, 也唤醒了人们遥远的记忆, 毛驴作为一种牲畜呢, 它如今是远远不如这个牛羊那么普遍了啊, 但它身上有着浓浓的中国特色, 你像很多文学作品当中, 驴出场的概率啊,真不少, 什么张国老盗骑驴啊, 什么范城大骑驴霸上求家具啊, 就连动画片阿帆提里的小毛驴, 都是那么的呆萌可爱, 带驴字的成语呢也很多, 什么骑驴找马, 什么谢墨杀驴等等, 但现如今呢, 驴越来越少了, 甚至被人们遗忘了, 有人就认为啊, 那羹子啊, 还是被会农政策给遗忘咯, 毛驴养殖相对来说呢, 见效比较慢, 繁殖的周期长, 于是呢, 谁都愿意养牛养猪, 而不愿意给予这个养驴相应的资金政策扶持, 驴头不对政策的嘴啊, 最后呢, 养殖户那就前驴技穷了呗, 但其实啊, 从物种和食用肉这个丰富啊, 以及医疗保健的角度来看呢, 见效相对较慢的毛驴更值得政策保护, 有了快马, 同样也需要有慢驴嘛, 徐州市人大代表李宝俊因撕挖地下室导致北京德内大街塌陷, 在事发后啊, 神秘失踪, 七天后呢, 终于现身了, 他通过助理发了一纸道歉信啊, 将这个挖地下室的行为呢, 都归罪于他的内地所为, 您瞧瞧, 千呼万唤使出来, 咬指旧子半折面, 这事啊, 就再度引发人们的关注了, 现如今, 某些单位一旦出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啊, 要追究起责任来啊, 结果呢, 追究来追究去啊, 总会有一个熟悉的身份的出现, 那就是临时工, 久而久之, 这似乎的都形成惯例了, 至于这个临时工, 怎么总在这个时候现身, 大伙呀, 都心知肚明啊, 可是没想到啊, 这一回临时工, 竟然就变成了小舅子啊, 这个要知道啊, 这位挖洞人大代表的挖洞经历, 可是有一段历史啊哈, 早先在昌平的另外一处这个别墅里面, 他曾经挖过一个巨大的地下室, 在挖洞的过程中, 当地物业部门, 怕会损害到其他住户的安全利益, 是不止一次的派人阻拦, 最后呢, 实在是无奈啊, 就将他们家的门呢, 给封堵了, 哪成想啊, 这人大代表不慌不忙啊, 这边门封堵了, 他就另开一个门, 继续抓紧时间施工, 最后啊, 地下室是成功建成, 但呢, 这过程当中, 并没有小舅子的生影, 还有啊, 在这么一个, 得胜门内大街违建过程当中, 这施工队呢, 是极度更换, 还造成过三个工人死亡的悲剧, 但小舅子呢, 一直就没有陷过身, 为了阻止施工队施工, 有街坊啊, 以命相搏, 相关部门呢, 也曾数次登门阻拦, 可这期间, 还是没有见过小舅子出面, 直到大街垮塌了, 挖洞挖出了一个惊天一幕, 众媒体报道, 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, 小舅子呢, 还是没有现身, 可是现在, 相关部门要严肃追究哲略, 徐州方面呢, 更是要启动呃, 惩处的举措, 眼看这大老板再也无法躲避了, 而就在这个时候, 这大老板手一挥, 小舅子呢, 出面了, 有人就说呀, 如此借口, 远不能够填平, 那18米深挖的严重损失和恶劣影响, 丝挖地洞怨小舅子, 难道说那是龙生龙凤生凤, 赢得小舅子会挖洞, 西安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大雪, 58岁的环卫工丁犬老人, 从早上六点半一直干, 工作到了九点多, 那衣服呢, 都被鱼血给打湿了, 双手冰冷, 手套都快变成了冰块了, 老人呢, 在寒风中动得是瑟瑟发抖, 就看见路边呢, 有一群人在烤火取暖, 老人呢, 就凑过去暖一暖身子, 没过多久呢, 有一男子啊, 从路旁这个车里边呢, 下来, 拿着手机就对着他拍照, 两天后, 老人正式接到了公司的通知, 因为在工作期间烤火, 被炒鱿鱼了, 没想到啊, 这新年的第一场雪, 带给这环卫老工人的, 不是浪漫, 是冷酷, 这冬天里的一把火, 甚至让老人给烤掉了工作, 这事呢, 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, 其实啊, 管理部门, 它是有义务向环卫工人提供, 包括这个取暖啊, 防晒啊, 休息啊, 安全啊, 等等基本功能的场所, 或者是环境, 以保障环卫工人基本的需求, 这个要求啊, 一点都不可可, 但某些单位呢,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, 所以啊, 即便是这环卫工人取暖在先, 你主管部门开除他呀, 也是先施了理呀, 还有啊, 处罚得有一个比例原则吧, 就是要罚当其罪, 这丁权老人再怎么有错, 但错不至于被开除吧, 环卫工在雪中工作了三个多小时, 雪水浸透了衣服, 这环卫工丝不但没有取暖设备, 就连工人自己找到一个路边烤火点取暖, 也要被辞退, 这种做法是既不守规定, 更不尽人情, 那公司暗访人员, 你拍完照, 一屁股转进, 有空调的汽车里, 绝成阿去, 那是好不潇洒, 好不威风, 好不牛气, 如此冷漠傲慢, 又威风凛凛, 彰显的其实啊, 是全力的蔑视, 城市需要干净的环境, 它更需要人文关照的温度, 当我们走在城市街道上, 畅阳于挨挨白雪当中的时候, 却发现, 我们的环卫工人, 仅仅因为寒冷烤了火, 而失去了工作, 这比那大风大雪, 更令人心寒了, 环卫工烤火被辞, 这样的城市, 干净的是只剩下了冷漠, 现在, 这相关部门是收回了辞退令, 不过要我说呀, 这刺骨寒星, 一时半火, 很难回暖嘛, 近些年来, 城市路灯的贪腐案是频频发生, 这个案池啊, 动辄是数百万, 你比如, 杭州市电力局路灯管理所的一个会计, 徐岳明, 他一个人就能贪污路灯电费588万, 还有, 湖北金门市城区路灯管理局的原局长和副局长, 两个人联手贪污受贿550多万, 而这些个呢, 或许还只是城市路灯腐败的冰山一角, 有业内人士说呀, 一排排路灯的背后, 往往是数千万, 甚至上亿的投入, 城市数万展路灯的日常改造维护啊, 包括电费支出啊, 还有广告承租等等方面, 都是巨额的收和支, 从设计招标到验收维护, 每个环节呢, 几乎都离不开钱, 一些地方在城市照明设施的采购上, 官员和商家是隐隐狗狗啊, 无所不用其极, 动不动就几千万上亿的豪华路灯, 当它亮起来的时候, 往往紧接着就倒下一批小官巨摊, 先如今, 这城市公共财政的管理, 他注重什么呢, 注重预算啊, 审批啊, 而属于决算监管, 城市路灯等设施的采购, 它属于政府公共预算的一部分, 但钱究竟是怎么细花的, 他就缺这么一本明白账, 想要治本呢, 那就得改变这么一种现状, 将监管的触角, 生路到每一个路灯的采购环节, 使用环节, 要监管到财政预算款的每一分钱的使用情况, 城市路灯腐败, 他折射出来的问题和疾病, 就应该引发重视和反思, 否则啊, 这路灯腐败, 很容易变成灯下黑球人物, 文章标题, 足球先生踢进政坛, 最近黑珍珠乔治维亚成了焦点人物, 这位足球巨星当选了利比里亚的州参议员, 他还表示会参加2017年度的总统竞选, 维亚出生在一个贫民窟, 小时候呢, 常和小伙伴在大街上踢球, 14岁那年, 他的足球天赋被一位经纪人给发现了, 就开始了他的足球生涯, 当时的这个总统非常欣赏他, 还花了10万美元, 专门把他呢, 送到巴西去训练, 到了1995年, 维亚呢, 被招录到足球豪门AC米兰队, 为这个球队呢, 夺得了意大利甲级联赛的冠军, 并成为该年度最佳球员, 这一年他厉害啊, 一举囊括了世界足球先生, 欧洲足球先生, 非洲足球先生, 三项荣誉, 这个记录啊, 那是前无古人, 后无来者, 不过, 与足坛的风光相比, 维亚的政坛之路并不那么平淡, 2005年, 利比里亚举行这个总统大选, 他就参加了, 但很遗憾的, 败给了竞争对手, 到了2011年, 他推药球其次啊, 竞选这个副总统, 可能还是败了, 不过如今的维亚呀, 经常是和孩子们的一块踢球, 他还喜欢别人叫他, 叫什么呢, 叫球员政治家, 好,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, 杂志图片, 湖南张家界的美女, 在冰天雪地里练瑜伽, 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扭扭兵, 昆明老人穿红军装, 跳广场舞, 这样的节奏是不是最摇摆的呢, 最近, 王祖贤晒出了多张素颜照, 庆祝48岁的生日, 虽然年华已去, 但长发飘飘, 楚楚动人, 依旧本女睡来, 前不久, 女大学生小卢啊, 起诉北京邮政宿地, 说着公司招聘时呢, 存在性别歧视, 她甚至啊, 还在法院门前, 举起了一个牌子, 女生也能送快递, 这个事呢, 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, 说起来哈, 女毕业生在就业中遭遇到性别歧视和偏见呢, 并不算新鲜事, 互联发表的调查报告就显示, 92%的被访女生啊, 都曾经感受过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, 之前什么史上最慢没有之一的邮政宿地, 一直是人们调侃的对象, 在这件事情上呢, 却有不少人认同, 认为这个女性啊, 还真不合适干快递, 说原因呢, 一啊, 快递是体力活, 女生体力不太好, 干不了, 还有呢, 说女性在特殊时期, 就不能够胜任快递工作嘛, 第三呢, 就是说, 女生来送快递呢, 这个安全呢, 值得担忧, 为了保护女性, 就应该让女生退出快递领域, 但更多的人就觉得不适合做, 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做, 很多女性她不适合做, 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女生都不能做呀, 此外, 快递公司有收件人的各种信息, 快递员的行程也基本可以确定, 所以呢, 虽然她们经常要接触到陌生人, 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安全, 你像有社会学家就说呀, 这一次诉讼意义很重大, 性别歧视呢, 不能够被容忍, 即使是对女生保护, 也必须以符合女性的独立意愿作为前提, 当女生她想当快递员的时候, 她不会因性别的原因而被拒绝, 女性想应聘工程师呈信员, 只要法律不禁止呢, 你就不应该因为性别的原因, 把她拒之门外, 要知道, 男女平等并不是要追求男女的绝对一样, 也不是男性随时要准备牺牲自己来保护女生, 而是呢, 无论男女, 她都不会因为性别输在起点, 最近, 微信上是一片由抄袭引发的道歉潮, 你看哈, 逻辑思维, 因为盗版原创者王禄的稿件, 公开道歉, 还有杂志呢, 因为没按规定使用稿件而道歉, 不过她道歉的同时啊, 也敦促别家报纸向她道歉, 因为有报纸不署名, 就使用了杂志的稿件, 你看啊, 她又是受害方, 又是被告, 整得跟三角寨似的啊, 有专家就说了, 显如今是一人原创, 九十九个人在抄袭啊, 这都已经成了微信公众号的一个写照, 然而呢, 道歉, 抄袭, 仿佛啊, 就是一对平行线, 先抄, 再删帖, 再道歉, 然后呢, 接着抄, 抄袭的这个公众号啊, 就抄的这么心安理得, 说起来, 有一些公众号, 借这些抄袭而来的优质文章, 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和粉丝数量, 然后呢, 再通过广告获得了巨额的利益,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, 一些无良的大号, 那就是寄生在原作者身上的吸血虫啊, 损人利己不劳而获, 然后呢, 由于手机一动端, 它属于这个新生事物, 目前呢, 还是属于版权保护和监管的一个盲区, 它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, 来保护原创作者的权益, 原创者维权很难, 抄袭者呢, 它的违法成本呢, 几乎为零啊, 因此啊, 这个多方原因之下, 这平台供应商, 治理监管法律, 相关法律和法规缺位, 读者呢, 又漠视抄袭行为, 你再加上有巨额利益的驱使, 那就使得, 这微信公众号, 成了抄袭者的天堂, 前不久, 这个微信公众号测试, 关于原创声明的功能, 就让他们看到了, 治理抄袭的一个诚意和努力, 但打击公众号抄袭啊, 还必须得多方联动, 对症下药, 你比如, 相关的管理部门, 你应该参与进来, 应该尽快地扩大, 已有版权保护法律的一个外延, 或者呢, 你就干脆制定, 相关的法律条例啊, 给原作者啊, 足够的法律方面的保护, 同时呢, 咱普通读者啊, 也应该参与, 要零容忍, 你可千万别让劣币驱逐了良币, 让原作者心灰意人, 那到时候啊, 最后就只能剩下什么面膜广告啊, 什么代购啊, 什么心灵鸡汤啊, 有大一新生郑青, 因为血友病遭到了退学, 于是呢, 他把学校啊, 告上了法庭, 这事呢, 引发了人们的关注, 血友病, 那是一种罕见病, 不过呢, 除了剧烈运动和意外受伤之外, 这种病啊, 它并不会影响到患者的学习和生活, 可尽管如此, 学校还是拿出了种种理由, 拒绝了这个郑青, 哪怕他们家里人做出过书面保证, 说不让校方承担任何责任, 可以无济于事, 郑青的遭遇呢, 并非特例, 现实当中, 有罕见病患者啊, 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, 小学中学呢, 就被学校啊, 拒之门外, 你像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啊, 就曾经说过, 每年到了开学之前, 就有很多的家长啊, 打电话来, 说他们家患病的孩子啊, 被学校给拒绝了, 为此呢, 去年二月, 有二十一位罕见病患者, 致信给全国的小学校长, 呼吁啊, 让罕见病儿平等入学, 当然了, 对此, 学校好像也很有苦衷啊, 毕竟嘛, 接受一个罕见病患者入学, 他就会带来额外的负担, 和潜在的风险, 那学校呢, 无力单独承担这些个代价, 而这样, 也就要求, 咱相关政府部门应该行动起来, 最好呢, 能设计一种罕见病患者入学的帮扶机制, 你比如, 给这些孩子购买专门的意外保险, 应该拨出专门的经费, 来解决他们在学习上, 生活上所需要的各种费用, 从而呢, 你就打消学校方面的后顾之忧啊, 很多年来, 罕见病患者在入学上是备受歧视, 像郑青这样, 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的, 那还是第一例, 我们就希望啊, 罕见病患者获得平等权益, 能够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, 前不久, 重庆某小学给家长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三方测评, 哪三方啊, 由孩子打分, 老师打分, 包括家长自己给自己打分, 能够得出最后啊, 每一位家长参与孩子教育成长的一个成绩, 成绩分啊, 这个结果出来了, 有一点惨淡, 全校啊, 两千多名学生, 只有三百多个合格的爸爸, 有四百多个合格的妈妈啊, 爸爸妈妈都合格的家庭呢, 只有两百多个, 百分之十啊, 对此有人就说了, 现在孩子作业啊, 很多都要家长一块来完成, 孩子累, 家长也累, 你学校还要安排这个打分, 给家长打分, 无疑啊, 让家长是累上加累, 另外, 这打分的标准啊, 还是值得商榷的, 像什么开家长会, 是否每一次都准时到啊, 什么老师加访的时候, 家长是否认真倾听啊, 说家长是否主动, 经常和老师联系啊等等, 这明显都是以学校和老师作为中心的, 学校让家长参与到相关的事务, 这没问题, 但应该有适度, 你学校不应该把管理之手伸到家庭当中, 更不能以给家长打分的名义, 给这个亲子关系啊, 设一些个莫名其妙的障碍, 还有, 有的学生啊, 之所以给父母打低分, 那是因为没有别人家的父母有门路, 不够体面, 你这呢, 就让本已存在的拼叠游戏进一步加决, 要我说, 给家长打分, 那其实呢, 也是一种不太恰当的唯分数论啊, 最近, 两位身在合肥的流浪汉, 引发人们关注, 这两位啊, 其实呢, 都来自东北, 之前呢, 先后两次拒绝了救助人员的主动帮助啊, 最近这几天, 哎呦, 因为合肥下了血, 他们一个呢, 感冒了, 一个呢, 是磨破了血底, 为此啊, 他们就跑到这个救助站啊, 要求这个救助人员呢, 帮忙, 找门路给他俩啊, 买两张火车票, 干嘛呢, 想去海南, 过夏天, 他还逃出了800块钱, 作为这个票欠和跑腿费, 在全国普遍降雪的当下, 去海南, 那大概是不少人的愿望啊, 流浪汉, 当然也不例外, 这个愿望当然可以任性, 实现的途径呢, 却必须得现实吧, 你自己买不到去海南的车票, 转而把这个要求啊, 加注于这个救助站, 这有点过了啊, 按照规定, 救助站的救助对象, 那主要是, 因自身无力解决时速, 无亲友投靠, 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, 或农村无保供养的, 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, 而这两位流浪汉, 虽然存在流浪行为, 但他们还能够在被拒绝后, 掏出800块钱, 显然呢, 不在救助范围之内, 救助站拒绝帮他们买票, 那也应该是在情理当中啊, 不过呢, 这事情后来的发展, 就有一点让人看不太懂了, 这救助站呢, 帮他俩购买了火车票, 去哪的呢, 回东北的火车票, 那如此帮忙, 那是不是有一点南辕北辙呢?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, 我们来介绍类词, 鸦唇pose, 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拍照方式, 就是拍照的时候呢, 嘴巴微翘, 像鸦唇一样, 同时啊, 还要摆出一个剪刀手, 有人就说, 这姿势啊, 可以让你的眼睛呢, 变得是宽宽大大的, 让你的脸呢, 变得尖尖小小的, 看起来啊, 很萌很漂亮, 要我说呢, 这就是鸦唇装可爱, 卖萌新一代, 好, 下个瑞茨, 蜗牛美容, 这种美容法啊, 现在蛮流行的, 方法很简单, 就是让这个活的蜗牛啊, 在脸上爬来爬去, 据说呢, 它爬行之后留下来的粘液啊, 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, 不过, 这方法可真不便宜啊, 45分钟得要30美元, 按这么一个收费标准, 这蜗牛干不了多久, 就能轻轻松松, 把他身上的小房变成别墅了, 嗯, 好的,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, 多杂志观天下, 杂志话题多, 咱明天中午, 接着说,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